接下來就是全球第一線的時間了 我們要是去連線給德州州立大學的 朱宇教授 翁立忠 翁教授 你好 是 朱宇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想要先請教翁教授 其實在這一次G7之前的外交部場會談 其實也很明顯是一個 西方的民主聯盟 要聯合相關盟友的重要場合 在這一次的會議當中 有可能達成誰忙的進展嗎 是 其實我們要知道G7這個高峰會 事實上這個外長的會前會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為了在 為6月份 6月11號到13號 這個G7的元首會議先進行一個鋪陳 尤其在議題的設定的部分 我們在今天這個會前會 這個外長的會議當中 剛剛志宇也提到了 在新聞當中也提到了 跟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跟日本的外相 跟英國的外相 都有進行一些會談 在會後也都發表了聲明 不過在聲明當中 其實有趣的一點 你可以看到 布林肯強調的是 他們整個會談的重點 不在於特別針對中國 而是說沒有打算要制約中國 或者是抑制中國 而是能夠把中國拉回到 所謂的國際秩序 主要的意思是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高峰會議 透過這樣的一個國際的合作 希望可以建制一個更有國際 國際秩序的一個 重建國際秩序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我們要知道 G7的會議是1975年所設置的 這個1975年設定的 所謂的七大工業國會議 當時是為了因應石油危機 以及所謂的冷戰時期的一些挑戰 那現在的時代 剛然跟過去40多年前不太一樣 在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想要針對 所謂的抗中的議題 來聯合各國 恐怕難度是蠻高的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世界各國跟中國之間 都有緊密的一些 經貿的往來跟合作 所以如果主打抗中的議題 恐怕要得到全新的投入 民主盟友全新的合作 恐怕不容易 不太容易達到 所謂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但是相反的 如果把重點放在 所謂的建制國際的秩序 重建國際秩序 可能可以得到比較多的支持 這也是為什麼 布林肯在外長的會議當中 我們看到事後發表的聲明 看起來是針對 重建國際秩序這一點 強調世界各國 應該要公平的競爭 抗中的這個部分 看起來在言談之間 看起來把抗中的部分 抗中的這個火藥味 稍微的淡化一點 他的目的是為了 爭取到更多的認同 更多的支持 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的一點是 其實歐盟國家當中 有非常多的國家 現在正面臨了所謂的民主倒退 而許多的國家 像是希臘 像是義大利 西班牙等等 他們自己本身國內的經濟 以及國債的問題 是相當的嚴重的 這也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當歐洲的許多國家 跟中國之間有密切的 經貿往來的關係 可能沒有辦法 短期之間就進行一個切割的話 如果把抗中作為一個主軸 跟當年的冷戰時期 把抗蘇聯作為一個主軸 恐怕這樣的策略不太容易成功 相反的 重建國際秩序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基調 或者一個主旋律 就是為了要能夠讓民主國家 願意可以重新站在一起 我想布林肯的做法 或者是拜登政府 他在外交上的手段 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用多邊來制約中國 但是要淡化 所謂的抗中的議題 對 而且從這個布林肯 相關的話題來說 他講的話題 基本看起來在 不論是包括北韓 或是中國大陸 甚至是俄國 這個姿態 放的都是比較軟一點 像是布林肯提到北韓 他其實是把這個球 再丟給北韓說 思考說北韓要不要參與 而且呢 以布林肯的話語來說 似乎姿態也稍微的放軟一點 用這樣公開喊話的方式 我想要請教 我講的是布林肯 想要達到什麼的效果呢 是 其實我們看拜登政府 我們一直以來的分析 就是了解到拜登政府 其實非常強調 所謂的外交斡旋 跟外交的策略 在北韓的議題上 雖然看起來表面上的言辭 是蠻強硬的 尤其在上個週末 4月30號所公布的 美國對北韓的策略的報告 看起來要對北韓 採取比較強硬的立場 可是我們看到 他們在G7的會前會 外長的會議當中 布林肯跟日本和韓國的見面 一再的重申 美國需要跟日本韓國 共同來合作 來針對北韓的議題 找出解決之道 尤其是講到一個關鍵詞 叫做朝鮮半島的去核化 我們要知道過去在川普時期 用的就是 朝鮮半島去核化這個名詞 可是我們在時間外再往前推 在歐巴馬時期 甚至在更早的布希時代 他們想強調的是北韓的去核化 這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北韓的去核化事實上是比較強硬的 在朝鮮半島當中要求北韓 或者是如果了解外交的這個斡旋 了解這個外交詞彙的美角的話 你就會知道布林肯給予一些彈性 給予北韓思考的空間 美國現在願意跟北韓談判 而且強調北韓 希望北韓能夠透過外交的途徑 重回談判桌 那美國開出來的條件 就是談到朝鮮半島去核化 如果北韓願意去核 那麼美國在南韓的駐軍 也可以沒有核子武器 我想在這樣的一個言談當中 如同志余所說的 是不是放軟姿態 或者是給予更大的空間 我想其實是蠻明顯的 很顯然的拜登政府非常期待 用外交的手段能夠解決 至少在北韓部分 希望透過外交的手段 就能夠進行順利的一些談判跟解決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布林肯也有談到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關係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這不是我們的願意 去保持中國 或是保持中國 我們嘗試做的 是保持 統單位的法律 我們有太多年來 在很多年來 當任何國家 在其他國家 中國還是其他人 得了一些事 途徑 抗議 或求求 遇到這法律 法律 而不做得好 而在此,我们将会站起来的条件。 我们将会站起来的条件。 我们将会非常专业的行动, 而且在什么程度它们将取得取。 拜登拜登,很久以前, 如果是川普总的, 如果川普选择, 或是反应,我们会回答。 但我们不想要努力。 我们其实听到了一个关键句 就是美国说他们无意要围堵中国大陆 只说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强调 而且一起来遵守这个秩序 所以我想要请教汪嘉老师 我们继续来刚刚的话题 就是说基本上第一个 要建立这个秩序有多难 而且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真的会有办法遵守 所谓美国提出来的国际秩序吗 是 其实建立这个秩序确实是不太容易 要国际盟友如同我们刚刚所分析的 要国际盟友全部都on board 全部都站在同一条船上 确确实实需要很大的说服力 但是我们看美国对于拜登政府 对于俄罗斯跟中国 或者说拜登政府在每一个单项的 单一国家的议题 单一区域的议题 都有不断的 都有不停的外交的策略和顺序 我们说拜登政府在针对俄罗斯的话题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拜登在竞选期间就已经开始 对俄罗斯是非常强悍的 那在就任之初呢 也针对 也不断的针对俄罗斯 包括了网路攻击 骇客等等的议题呢 强调俄罗斯必须要付出代价 必须要负起责任 但是在刚刚开始的 就任之初的强悍之后 接下来一连串的动作 其实都开始寻求 在外交上面进行斡旋 尤其是在美俄之间的最紧张的气氛呢 其实是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驻军 这段时间大概在几个礼拜之前 那段时间大概是美俄之间最紧张的时刻 但是在俄罗斯决定要撤军之后 在乌克兰边境撤军之后 开始美俄之间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对话 它的互相释出善意的情况就已经出现了 包括了这个俄罗斯跟美国即将要进行 在六月份进行的峰会 双方的元首要进行会面 这些都是朝向善意的发展 基本上双方都不愿意让紧张的气氏继续升温 那美俄之间的态度的改善 或者美俄之间的这个交涉 开始有了朝向的正向的发展 其实这是按照拜登的策略 或者拜登所期待的方向正在进行 为什么呢 其实在对美国来说 俄罗斯跟中国都是美国必须要处理的 外交重大议题 如果在俄罗斯的问题上面 可以美国可以针对俄罗斯 来进行一个重点的突破 说服俄罗斯不需要跟中国走得太近 不需要一定要跟中国站在一起 来对抗美国 如果美国可以说服俄罗斯这一点 或许美国就可以讲 就可以花更多的心思 放在所谓的制约中国 制约中国的策略上 或者是把资源放在更多的制约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政府到现在为止 一步一步的正在处理亚太的关系 接下来处理六月份处理俄罗斯的关系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针对中国有一个完整的战略 战略报告跟战略计划 因为按照拜登的规划 必须要把这些零星的问题 或者是相对来说 比较可以处理的问题 先完整的处理好 那当然第二大严重的问题就是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的话题 可以在美俄的高峰会之后得以解决 那么接下来在六月底 或者是在七月份 或许就可以专心的来处理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我想拜登的外交政策 是有循序渐进 按照他的轨迹在走 至于说交战的对方 或者是交手的对方 是不是按照拜登的理想 在进行回应 我想这个变数还是在的 但是至少拜登正在朝着 他的自己的外交策略在走 那么很快的讲一下中国的部分 在中国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 中国现在有一个 比较面对的一个问题是 跟俄罗斯 或者是跟世界的其他国家 如何能够说服其他国家 站在中国这一边 而不是站在美国这一边 我们最近有稍微提到 中国现在最大的筹码 就在于他的经贸 他的一带一路 他的经贸的投资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以及欧盟的 现在经济发展不好的部分 所以对中国来说 是不是可以用他的经济实力 或者他的广大的市场 来说服可能跟美国关系 不是这么好的国家 继续站在中国这一边 说服他们 让他们觉得 也许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不是理想的国际秩序 这是中国的挑战 这也是美国的挑战 未来的美中关系 接下来在这几个月 许多的事情会发生 尤其是七大工业国的峰会 之后 元首的高峰会之后 或许整个美俄关系 美中关系 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局面 也许会更好 也许会因为中国更加的强势 而有产生更新的变化 这一点这些都是 我们值得观察的一些变数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跟中国大陆强势 也非常有关系的 就是菲律宾从上个月底 持续在南海进行了军事演习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要求菲律宾要停止挑衅 也引发了菲律宾军方的不满 除了持续演习之外 他们原本立场偏中的 外交部长也在推特上 罕见的使用国骂 请中国大陆唇之滚出去 其实这个言词非常强异 而且他在脸书上放话 也引起了王上热烈讨龙香 我要请教翁教授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之前看到是 中国大陆有所谓的战狼外交 在社群媒体上 在推特上面用很强烈的言词 这一次换成菲律宾外长 在推特上面用强烈的言词 来回击中国 他在跟网友之间 他还有做出一些回应 他特别强调的 在他的推特上面 强调的回应网友 他说过去从官方的交往 从官方的会议 他自己亲身的参与 不断的希望中国可以和平的相处 不断的用官方的手段 官方的管道 希望中国可以好好的面对 菲律宾国家利益 被损害的问题 但是看起来官方的手段 是没有任何的成效 才会让他非常愤怒的 在推特上面发言 所以他的这个发言 跟过去所谓的战狼式的外交 有点不太一样 反而是有点利用推特 或者社群网站 在诉说一些苦水的感觉 但是我们从这样的事件 尤其是中国大陆 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冲突 可以看出来一点 有蛮值得关注的 是菲律宾的总统 跟菲律宾的国内 包括了国防部长 跟外交部长 看起来有一些意见的不同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一直在强调 要跟中国做好朋友 有趣的是 在菲国的这个外长 在推特上发言之后 今天杜特蒂 先是打了中国的疫苗 接下来又在公开的场合 强调中国跟菲律宾 是很好的朋友 希望甚至姿态 是非常非常的软 公开发言 希望中国能够对 菲律宾的渔船 更加的友善 能够让菲律宾的渔船 有点像是低声下气的 希望中国政府 可以让菲律宾的渔船 在菲律宾认为的 自己的海域上捕鱼 其实你从杜特蒂的说法 你可以看得出来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 他自己代表的立场 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是软 就是说弱势 或者是非常的希望 可以跟中国 可以温和的进行一些交涉 这个跟菲律宾国内 现在包括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所呈现的态度 好像产生了分歧 我想菲律宾国内 在中国的议题上 很显然的已经出现了 总统跟行政长 行政首长有不同的意见 当然总统能不能够 hold住国内的民怨 现在看起来菲律宾国内 似乎有非常非常强大的 反中的力量 尤其是针对渔业的问题 尤其是针对南海的主权的问题 看起来杜特蒂好像赌上了 自己的政治的资本 要来跟中国保持好的关系 但是在菲律宾国内 好像见到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杜特蒂到底能够hold住多久 到底能够压住菲律宾 来自菲律宾国内的民怨多久 我想这是对杜特蒂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尤其中国现在看起来 确确实实不太理会 菲律宾的一些要求 接下来到底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 会不会更加的恶化 尤其是美国对于菲律宾的支持 会不会让南海的情势更加的紧张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菲律宾 这个南海的部分值得观察的重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 我们要来讨论到是美国的状况 其实现在包括在印度 其实疫情是非常严重 但是现在纽约最新宣布说 在5月19号就要解封 其实大家应该会觉得蛮好奇 因为在上一次的疫情当中 纽约可以说是重灾区当中的重灾区 这么轻易就解封了 但除了疫苗持续施打的状况之外 我们也很好语说 为什么纽约这么有置信 而且其实在包括很多地方 都因为政治力上的影响 反而造成了更新一波的疫情 现在在纽约解封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可能也有一些 政治上的角力情况出现呢 王教授 是 如果我们观察美国 尤其是纽约的政治 大概就如同志愿所说的 我们确实会看到 或者是确实会觉得 政治角力的变数确实是存在 如果我们用台湾的疫情标准 或者是比较严格的疫情控制的标准 跟各位报告 现在纽约的每日确诊人数 大概是3000多人 然后纽约大概已经施打疫苗的人数 大概是三分之一 整个纽约州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数字来看 很多人就会说 也许解封的时间太早 根据纽约州州长Kumo 他的规定 他的宣告是在5月19号 就会正式的在纽约州全面的解封 那么纽约市长有趣的是 纽约市长白斯柏事实上 在不久之前才提议说 7月1号纽约市可以进行解封 在美国 熟知美国国内政治的人 大概都知道在纽约 纽约市长跟纽约州长 事实上有余量情节 双方的竞争 同样都是民主党人 但是双方的竞争是蛮激烈的 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说 在政治角力上面 纽约州长不愿意让纽约市长 钻美于钱 好像在钱比纽约州还要更早的解封 影响了这个影响了他的声望 所以KUMO在这个时候 有宣布5月19号的解封 有一部分的原因 有一部分的人解读 是因为为了要跟白斯柏一较长短 另外一个部分 也有人说 因为纽约州长KUMO 自己最近深陷了所谓的 非常多的性骚扰的疑云 是不是借此可以转移一些 政治上的压力 政治上的焦点 我想这些都是这一次的解封 决定的背后的一些可能的因素 我们当然不敢说是哪一个是重点 不过回到疫情本身来说 纽约的解封 当然对于纽约的经济 当然对于纽约接下来的发展 整体来说是 大致来说商家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是期待的 只不过当然还有疫情 是不是有第四波 会不会有后续的爆发的可能 这是纽约的隐忧 不过现在看起来 在疫情的控制跟政治角力之间 纽约州长KUMO 做出了一个决定 是让纽约解封 接下来的挑战 恐怕是只有在 看后续的发展 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 如预期一般的乐观 可以压制疫情 又能够回复经济的容景 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好我们在今年也非常 谢谢翁教授 接受我们视频连线 提供这么精品的观点 谢谢翁教授 谢谢 谢谢